对所追纳美军营养钢组站的纪录片 再回来北京用到五年过的时间制作 之前回到追纳办理书应会 导演姚车过去在钢组站核卫观光 当座回来观想 并安排大家走烊烫 追纳人在旧大型的电影方向 现场欣赏在地基民真来分享了解这段历史 在水南五十年前美军营养钢组站 北京为主帝的纪录片再回来北京 后十五年过来制作 为对所进化历史 就应立建设禁忽美国来找到东西水南的流亚上 日前电影是带来到水产拿国秀做收益 现场是欣赏很多在地民众赠来观想 其实今天不开始榜的时候 我其实很坚定的人 我在想说这个天气到底有人还是没有人 结果到月的时候我感觉现场差不多五百人 我其实很感动 因为这支片我一直打车五年 我没想到说我们在水南这个地方 还有这些乡亲都可以看到 刚才看到这些乡亲也很感到这支片 我心情也很高兴 屁中除了队塑米军在水南 适入营养钢组站的历史 导演经找在来过去北京的原工中心来相企 收益非常原工也做会出十件烊烫 大家第一次看到专片是非常感动 今天第一次来看这个片子 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 而且我们都快要上百的年纪 然后同事都找回来 真是感动 快要叫你 很快要上百的年纪 我说我们以前出的历史 和那些客户 做会和那些同事 大家都很好 我说我们现在好像资不上资 真好 官长到来时也特别出席风影会 经上最佳导演的江泽 来感谢导演 打出这个粉淋水南在地的故事 很高兴在水南这里有在地的故事 当然我在管政府看到李建成导演 把在地的故事拍到这样 真的有感情 也穿我们的人情味 也欢迎到当时五十年代的社会 所以我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们管政府非常地支持 我会很希望这个片子可以上电影院 让全国的这个人民看到 但因为现在其实我要让这个片子上院线 其实还缺少了蛮多的资金 那我希望就是如果真的有缘人喜欢这个片子 也许给我们一些资金 让我们这个片子可以在电影院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看到我们水灵的美 看到我们云林县的这个真实的故事 可以上大院线 这个作品不仅对水南来说是重要的记录 也补充了台湾苏雄对这段过期的抗白基地 期待未来应有机会来建立电影院 让更多人来欣赏 现在用科宣彩虹报道